搞媒报双宋离婚后,出道多年的宋慧桥即使因为离婚有影响,但是他在广告界的地位仍然还是处于韩国第一位,而且多家广告商更加大了对宋慧桥相关广告的曝光力度。 反观宋忠基这一边,因为受了离婚风波的影响,33岁的宋忠基的形象也开始受损,而宋忠基的资源则呈现跳水式的极简,目前正忙于拍芯片的宋忠基手上,合约其实已经不多。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。